然后财报生计后来不是提出来说要这个国发基金投资10亿吗 那他写出来的这个经营团队就是同一些人 何大一 今天为主委刘一炉情上火线 当年宇昌生计案先风暴 刘一炉把其中的矛头指向当年书面评审委员之一的爱滋病专家何大一 只因何大一技术控股根本是球员兼裁判 创业底绝对没有蔡英文在参加宇昌投法的事情 那根本的百分之百是他的文件你是说这是云花结果还是违装文书 能不住炮轰现任的罗氏药厂淫欲总裁 更是当年吹声宇昌生计要角之一的杨玉民 不忍心台湾生计产业竟然成为选战的斗争工具 就算人在美国也要把话说清楚 商业生级要不得 但是他们打上去了 那个文件根本就是发烈的文件 他们把它盖成商业 所以这个是犯罪的行为 顾纸杨玉民其实危机解密 2007年底当时就记载 杨苏丽向美国国务院报告 认为生技产业是台湾的未来 还高度肯定蔡英文和宇昌生技 这一国民党选前猛打宇昌案 杨玉民痛批刘亦炉伪造文书 是犯罪的行为 不该让蔡英文和生技业 因为马政府打选战 沦为无辜的受害者 我再度强调 杨玉民不是绿的 杨玉民的爸爸是 国民党的台北市长杨金崇的公子 我相信他今天用不蓝不绿 来看待这件事情 大家是都要为台湾打拼 这有一个机会 想不到今天演变成这样 我现在念 今天我得到所有的民调的数据 现在对马英九最乐观的是联合报 今天刘报所做的民调是 蔡英文输马英九7%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就 马总统就惨了 中国时报今天所做最新的是 蔡英文只输 1% 等于两个人打平 这在过去 中国时报是几乎不曾见过 新新新闻也做民调说 马英九36.3% 蔡英文36% 两个人打平 那么 这是昨天的苹果日报 说选情胶着马菜赌盘是1比1 说本来是差距80万票 马英九要让蔡英文80万票 想不到从80万70万60万50万40万一直追追到现在是PK盘 就是1比1 大平 好 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雅虎的投票 如果明天是投票 你会投谁 我不是有跟大家讲 投三天吗 到今天八点钟为止 八点钟为止 总共接近四万票 马英九得到28.7的选票 不到三成 蔡英文得到58.9的选票 接近六成 宋楚瑜拿到10.8的选票 可是我再度提醒 网路投票 比较偏绿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报告 背景 比较受相信的是 政治大学未来事件交易所 最新的行情 我也是到八点钟为止 蔡英文这是看老度 这不是支持度 蔡英文是64% 马英九剩30% 超过两倍的人 看好蔡英文会当选 这是宋楚瑜 看老度是7.1% 那么我刚刚也给大家看 这是我们昨天语音投票 打破大话的记录 第五十四万四千五百通 我刚刚也给大家看 这是昨天大话新闻的收视率 第三名 所有电视第三名 只输给两个连续剧 是2.36 总收视人口是193万的 我想请教一下 来年华 你有什么解读 他说全体是这样 蔡英文拿到35% 马英九拿到42% 所以输7% 白白鸡 说民进党只拿到29% 他们拿到48% 你敢想相信 哪有可能 白白鸡 如果我看是说白白鸡 赛英文的输 但是输一输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头主妙说2.6比4.7 输得差不多对半 差不多是7比3 比白鸡输得输了 7比3 但是我又没有3比上前 再来中张头 马英九是赢3% 民进党说他小赢 好了 没关系 这就别讨论了 我说给他赚好了 你看云嘉兰 云嘉兰是48比32 好了 说民进党赢16% 再来 宜花东 高平鵬 高平鵬说 高雄 屏东跟澎湖说 民进党赢2% 那这样澎湖应该有300万人口吧 我想说 民调应该是对马英九非常不利 搞不好做起来 其实是蔡英文赢了 因为他结构有给我们看 我说不合理嘛 来 徐老师 所以做民调都知道 如果要讲推估 所以他跟你讲的是 民调做出来支持度 他们有说他推估 因为一推估的话 全部要调整 台北不会输那么多 高雄也不会赢那么少 赢2% 那我看赵天宁就危险了 邱宜一定会当选 民进党那个党不行 不就关了 高雄 屏东 对啊 2%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如果做推估以后 宏宜 那个差距一定更小 刚才年号是比较乐观 说现在焦灼 宏宜焦灼要打这个吗 这帮助不大啊 就算里面特层组发新闻稿说蔡英文他们家是贼哭好了 真的马英九就会比较高吗 宏宜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他干脆给你选个选举搞烂啦 选举搞烂是做什么 选举让你烂掉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选得下去 他会不会这样做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他拥有国家机器耶 他要怎么弄你 弄你候选人 弄你候选人的家里 宏宜啊我真的觉得 这个选举选到这里 已经进入深水区耶 什么叫深水区你知道 没有地图啊 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会 这个船会走到哪里去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现在主动权是空在马英九手上耶 原特层组会怎么动 国家暴力机器在他手上 他要怎么做 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老百姓 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观众关心台湾民主的人 你一定要非常稳定 非常冷静 你不要被他刺激到 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出来会发生 你真的不知道啦 我另外有一个节目叫新闻娃娃 我有邀请几个来宾 其中有两个来宾啊 我就讲他们的政治立场 一个反正陈彦博大家都知道 陈彦博是新闻的 新闻的有拿吗 有啊 很多拿的哦 他说 宇昌这个公文 是他判断就是造假 好 这样 你知道跑国民党的 黄伟翰 他说他的判断 这也是造假 黄伟翰怎么说呢 黄伟翰说他本来还判断马英九会赢30万票 他说这个事情会让马英九输30万票 来回差60万 来回差60万 那就是差不多4%嘛 那是他的判断 我是要跟大家说一说 这也都这个账柄的 激扣的不赞成他这样搞 来派手来 你看这好像说那最经典 there 这个就是造假嘛 造假不重要嘛 反正三月八月都是同样啊 是不是要办啊 都同样 fez 就是要办啊 这个 大家注意看哦 这件事情你刚刚在讲那个民调 是 大家不相信对不对 嗯 党政高层相信啊 怎么会不相信 贏就是贏的 贏的就贏 贏的 proves 所以你看今天 同一個報索 他就說問題在台帽不在宇昌 現在宇昌會刷了 真相大白了 沒事了 他現在開始說台帽了 現在不敢和你會宇昌了 現在要會台帽 好了 台帽之後 同一個報索 日期不重要嘛 都會刷了 要兩包 真相大白才重要 網報 旋轉門不重要 道德門才重要 網報 劉玉如專訪 談台帽生計史末 開始要回台帽了 我留下來要還原事情真相 你真相你就不知道 你今天開記者是在開什麼 你不就把帳目搞清楚 案子搞清楚 名稱搞清楚 他昨天自己講啊 帳目這個案子很複雜 所以他這個在整理資料疏漏 所以劉主委你要指控別人 今天要講什麼台帽 你先把台帽搞清楚啊 不要用不是事實的根據去抹黑啊 黨政高層講什麼 12月9號講什麼 若出售股份 蔡英文出售股份嗎 有喔 土利家族嫌疑 蔡南逃法律責任 蔡英文是貪污犯欸 教育的意思是土利 這是土利欸 貪污犯欸 那何大佳是什麼 共犯 何大佳是共犯欸 劉主委開鳴槍 公開出來說 是特徵處開鳴槍 釋放不問的信息 如果3月30日真的蔡英文自己 配後他要當作這段位 那土利罪呢 10年以上有在逃避 換世搞不好蔡英文就被收藥在土城看說 這個有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你看這種惡毒的競選手段 你說這個民調7% 為什麼 黨政高層相信 用這種抹黑的方式有效嗎 所以台灣人 我今天在跟陳良柏院士通電話的時候 陳良柏講了一句話 真的很受感動 他說 台灣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台灣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放任這種選舉的奧博 對人進行人格的抹殺 這種國民黨的選舉奧博 是應該受到全民的唾棄 是 郭總 台灣人要收起 去不完啦 如果一間報紙 記得用說日期不對的無電影 你就知道說 上禮拜來這些報紙 紀念還在問問題 我說這個辯論的公平 這個報紙是用社論新聞辯論 在捏捏的時候 紀念說他們可以折押一百年問 總統好選人說問問什麼問題 所以我聽說這個無公平 一月開始就無公平了 我建議這些報紙 明天在社論下載 抓蔡英文 馬英就當選 沒有你要怎麼開罰 宣佈馬英就當選 你最好把蔡英文抓起來 因為綿甸翁山蘇姬抓起來後 綿甸政府都不用選舉了 一關這件啦 但是現在 現在也沒辦法開放了 也請美國國務卿來跟他們記名 台灣還可以變成綿甸這樣 蔡英文還可以變成翁山蘇姬 把擠起來 他叫你永遠連任 都是你當總統 你敢不敢 不敢我看你不敢啦 是